做好视频永不悔 给个三连你不亏 欢迎各位小伙伴们收看本期的视频 这是我来到这座岛 啊不 这块石头上的第三天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已经不再是以前那块光秃秃的石头了 虽然依旧很小 但是该有的东西都一扭尽有了 不过 我怎么就是高兴不起来呢 现在好像都没人能分享这份喜悦了 这不是小月刷怪弹吗 出现吧小月 你是小月的谭歌 还是小月的弟弟姐姐啥的 长得怎么这么像呢 那啥 哥们儿 能不能稍微透露一下 小月去了哪儿啊 一段时间没见着 我脑子里面整小月的点子都快溢出来了 这是哪儿啊 哎 阿杨 你怎么在这儿 哎 我去 救命啊 猪药居然现原形了 阿杨 你怎么了 这是哪儿啊 哎 这个声音 你真的是小月 那不然我还能是谁啊 我去 还真的是什么都掉啊 今天小月掉下来了 明天会不会掉下来个心仪裤子爱园啥的呀 啊 爱园就算了吧 这么小个地方 你想臭死我们吗 好了 我跟你说明一下吧 这里呢 是个虚空数件 天上会随机掉落各种不同的方块 过去 这么有趣 这么有趣 看我看看呢 哇塞 这不是你的日记吗 让我看看 10月21日 天气晴 我好无聊啊 现在 有点想念小月的日子了 哎呦 看不出来呀呀 什么跟什么呀 我什么时候写过这种东西 没事没事 我这不就来了嘛 不用担心哦 杨太郎 哎 你一来啊 我DNA都起反应了 感觉不管走到哪里 就算是什么都没有的虚空这种 都还是熟悉的味道 不过既然来了 就就帮我收集一下 有用的方块吧 好嘞 不过杨太郎 你家这么简术吗 而且 本小姐喜欢粉色的床 你连这个都记不住吗 现在什么都没有 怎么还挑三减四的呢 而且啊 你这家连个天花板都没有 这个世界一直在掉东西 你也不怕晚上睡觉的时候 被天上掉下来的铁针砸死吗 哎 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 我们如果有天花板 不就可以更方便的收集方块了吧 哎 等等 你好像没有抓住重点呀 哎呀 哎呀 咱家有岩浆啦 什么 岩浆 有什么用啊 你是不是傻 只要有岩浆再加上水 就有无限的石头啦 道理我都懂 可是水去哪找啊 嗯 嗯 说不定哪天天上就能掉通水下来了呢 你看 连我都掉下来了 还有什么不可能的 对啊 你说天上直接掉下来的命令方块 我们不就无敌了嘛 啊 你这么说还挺有道理的 但是这样不就没意思了嘛 也对哦 哇 你快看 这不是你最想要的东西吗 啊 啊 啊 by bwd6